42岁到在泰国 他因为是唱歌的 所以他不想用一些吸入的 其实怕影响嗓子 他是在泰国 95年的时候去 跟他的一个男朋友 一个法国人 泰国不是到Bangkok 是另外一个 他感冒发作了 发作以后就传 传了以后他平常就爱用点 吸那个喷雾剂一下 我们叫Ventolin 吸一吸就算了 结果他感冒一发作 病毒一影响的话 他止不住 喷一喷以后 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又喘 就压喷 喷了以后又喘又喷 这个东西一喷得多 心脏会出问题 心理稳乱 最后不行了 赶快叫打低 大家也去过泰国 那个泰国的交通是不得了 根本走不动 到了医院以后 因为上次我见到 那个医院的那个病理科主任 他说他不让做解剖 到了医院心跳呼吸都停了 才42岁 心跳呼吸都停了 后来看他那个样 像心理稳乱似 这种东西一喷嚷的东西一喷嚷